本内容比较厚黑 希望小伙伴们学会套话技巧的同时 切勿滥用去戏弄别人 最重要的是 及时识破对方正在对你使用套话技巧 提前加以防范 1.看对方的家庭 1.我的家人刚在看XX节目 晚饭后你们家都有什么习惯吗? 可以了解你是否对父母的生活有所了解 以及你们家的亲密程度 2.我的父亲最近退休了 现在每天都在XXX 你的父母计划什么时候退休? 询问你的父母的退休安排和生活保障 3.一个懂事的男孩和父母的相处方式 与女孩有什么区别? 同样适用于女孩的情况 4.你给父母送过什么特别的礼物吗? 这可以显示你对父母的关爱程度 和你是否注重家庭庆典 2.看对方的工作 1.你目前从事什么职业? 有过职业变动吗? 2.我最近承受了不少压力 因为领导分配了XXX的任务 这样可以看出他是否能够理解你的处境 是否愿意提出建议或共同发泄不满 从而拉近彼此关系 3.聊聊那些让人讨厌的同事或上司 通过这个话题 可以探知对方在职场中的地位和态度 同时通过共同吐槽找到情感共鸣 4.早安 你已经到公司了吗? 好迅速啊 真静啊 你通常上班需要多长时间? 询问这个可以了解他的通勤距离 从而推测他的居住和工作地点 4.你在XXX工作吗? 我有个朋友也在那里 听说进去很不容易 你准备了多久啊? 针对公务员或类似体制内的工作 可以这样问 这样可以判断对方是否诚实 同时了解他的准备过程和坚持 反思 学习等品质 3.看对方的独立性 1.你的大学位于哪个城市? 家人经常探望你吗? 2.你学习哪个领域的知识? 选择这门专业的动因是什么? 通过这个问题可以了解 你是按照父母的建议选择专业 还是基于自己的职业目标和兴趣? 3.通常早晨或晚上吃些什么? 这个问题可以透露你是否与父母同住 工作单位的福利 以及你的饮食习惯和烹饪爱好 4.工作繁忙时 打理家务似乎成为一种负担 看对方怎么回应 从而了解其生活习惯和态度 5.约在市中心见面 问对方需要多久到达或几点离开家 可以判断对方是否拥有交通工具 以及居住地点 4.看对方的性格 1.你看起来条件不错 为什么还没找到合适的人呢? 通过这个问题观察他在相亲中的自我认知 2.你通常如何婉拒那些不合适的人 拒绝或结束关系的方式能够体现一个人的品格 3.你有没有感受到婚姻的压力呢? 相亲过程可能会令人疲惫 你怎么看待婚姻这件事? 探讨对方的婚姻观点 看是否与你相似 4.你喜欢旅行吗? 都去过哪些地方? 这个问题可以揭示他们是否经常与家人一起旅行 表明良好的家庭关系 如果常独自旅行 可能表明有独立和目标意识 与朋友同行则可能意味着良好的社交关系 5.我邻居最近吵架吵得很厉害 真是吓人 你还记得你上次因为什么生气吗? 这个问题可以帮助判断一个人在面对冲突时的解决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 底层逻辑 通过提及朋友的情况来间接探讨你对于婚姻、品格、争吵、子女等议题的看法